上汽大通生活家的原厂房车 在我看来没有任何的突突吸引我的地方 但是就是那么的好用 没有缺点就是它最大的优点 没有优点可能也是它最大的缺点 价格预算不高 沿线近功力数少配置高 做工好的一台车 生活家原厂V80的C66版本 最高配的底盘 新款带定速巡航2.5T柴油自动的 2019年登记上牌 目前行驶了4万公里 小弟们一起来看看这驾驶室 多功能放映盘定速巡航 大屏的导航流媒体的后视镜 全部都装上冷暖的双用 住车公交 车长也是5米9 车高2米9 车宽是2米3 栏牌C道没有报废期的原厂房车 这是一台C66版本 C型车6座6卧的一个车 550的锂电池 500的太阳能板 3000的变气 加上160层的水箱 前面驾驶室6座6卧 小厨房 带盖的洗菜石 下面有个硬的冰箱 这些做工真的是 掉不出来毛病 但是家具有点土 大厂家给你做东西 不会像余高好多背景灯光 特鲁马的中央空调 尾巴私通的燃油热水加热器 锅炉这都是标配 而且这台车选装了500 500瓦的太阳能板和551 搬折的一个小电视机 两方是一个额头床 这个车的尺寸应该是1米4乘以2米 1米4乘以2米三变环车 坐在上面很舒服 包括这个天窗都有刹门刹窗 可以打开的 生活家的卡座和其他的不一样 他们注重就是一定要乘坐舒适 舒适景和驱逐是无比 舒适景 所以我们这个卡座驱适少一台柜椅 它的卡座的宽度是2米 长度是2米 所以放下来又是一张舒服的 这台车呢有4张床 把这里放下去 有一张 真皮的南瓜包裹 小座椅都是我们生活家原厂的配件 包裹这些图掉柜 你们自己看 这就是品质 里面怕你发霉 放草 还给你出了一个 啊 出风口 东西会发霉 大家兄弟 这个生活家卡座一点很舒服 多罗马的顶纸空调 尾巴四通的燃油路车 波炉 都是大厂才会 后面是一个上下铺 长度都是两米 宽度都是90 80-90公分 应该是90公分 2米成90 一个单人厂 包括这些灯啊什么的都有啊 上下铺睡两个人 这里睡一个人 三个人 河头又睡两个 四个人 五个人啊 睡六个人 不叫C66 六座六卧 这个应该是当双人的 洗手间 来看这个 一直在夸就是生活家的洗手间做的 是真的漂亮 那么赛德福德的旋转马桶 一体是吸塑间 全部都是吸塑间 这个洗手间 嗯 怎么说呢 100分 不发霉 不长模糊的意思 啊 我给100分 独立的玲米花草 全部都是吸塑间 所以目前为止就是说 十几二十万 可能预算之类是很完美的 而且 它有强大的售后体系 这个是只有生活家圆场才有 给到你了 这年头买产品一方面 买服务 也是一方面了 再见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